大家好,我是天天安 今天我收到了一个西门的推送 挺有意思 是关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最新对军警下达的一个命令 大概意思 这个简讯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在疫情期间不听话的人 我都将会被直接枪毙 而且不会送你进坟墓 俨然一个就是 在疫情期间是你只要不听话 我就管杀不管埋的态度 后来我也想 菲律宾不至于这样 尽管之前在扫毒的时候很严厉 当时也打死了不少的人 监狱关了不少的人 但是抗击疫情跟扫毒还是有区别的 应该不至于是有这么严重 后来我就去翻了一下 老杜大概是说了什么话 让他们提炼成这样的精华 其实老杜说的就是 如果发生冲突 如果他们反抗并且威胁到你的生命 枪毙他们不要去挑衅政府 我觉得这个态度 应该像是一个总统说的话 因为你毕竟现在这个 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你政府肯定要摆出一个高压的姿态 要用重点去告诉大家 说现在你们要遵守这个规则 所以当我看到那段简讯的时候 吓了我一跳 因为我也很害怕这个事情 因为我在菲律宾生活 我也很害怕自己 一出门的时候 被误认为是不听话 被干掉 后来我看了一下 其实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就是说 如果真正有人威胁到军队 有人威胁到民众的安全 或者威胁到医院的安全 政府的安全 那么其实是可以直接开枪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条 我大概又晚上捣了捣 原来是在4月1号的时候 当时马尼拉的奎松 也叫纪顺势吧 我看他们也有这么翻译的 大概有150人可能聚众了 然后可能因为没有大米吃 或者说可能没有粮食吃 生活不下去了 结果就已经发了一场骚乱 然后大概有些人受伤了 还有20多个人被逮捕了 所以可能马上现在这边 菲律宾很多的城市 都要进入到一个戒严 或者一个封闭的状态 所以现在杜特尔特 这个菲律宾总统大人 先出来去给大家预警一下 你不要做这个不该做的事 好了 今天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